可以看到市場內是相當熱鬧 因為今天是農曆九月九號重陽節 不少人會以傳統的米粿祭拜祖先 許多民眾一早就到市場買昂骨粿 這家店外擠滿人潮 但也來聽民眾訪問 宜蘭這家專賣昂骨粿的老字號高餅店 一大早門口就大排長龍 店員是忙到停不下來 老闆一家人甚至從清晨一點就開始工作 生意比平常多出十成左右 由於重陽節是傳統的民俗節日 不少民眾會選擇昂骨粿 具有祈福意義的食物祭拜祖先 不只昂骨粿還有麻糬茶粿 祭司貝平也能依照口味喜好搭配 讓傳統文化能繼續傳承下去